我們久違了很久就沒有見葉師傅 記得我們一年前一起做過節目 十幾年前 有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我和你都這麼合身 這次找葉師傅 其實是我的教練 跟我們聊幾句 沒原因很簡單 首先我找你 你喜歡吃榴槤嗎 我是榴槤王 榴槤的愛好者 除了榴槤之外 剛才我忘了介紹 葉師傅是金袍拳王 又玩踏拳 又豐富了了得 又喜歡吃東西 非常喜歡吃東西 所以要keep fit 所以你們要keep fit 就找葉師傅 他現在都有管 跟大家操練 但今天最重要是 找葉師傅上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葉師傅有些棒的介紹給大家 首先申報你 請問我 我不吃榴槤 我怕了 但葉師傅有些棒的介紹 你介紹一下 為什麼有些棒的 找到回來呢 其實我剛剛代演了一隻 馬來西亞最頂級 四十年金種子 貓三亡的榴槤 這隻榴槤 也是用了一個非常之 因為很多榴槤來到之後 你會發覺他們的品質 有點偏差 我聽說好像不夠新鮮 是吧 即榴槤也要新鮮 因為你來到的時候 你經過一個運輸 還有一些 用雪呢 很普通的放在雪櫃裡 雪完 冰完 即是冰鮮過來 但其實你吃到最新鮮的位置 應該是用逆淡的技術 用逆淡的技術 我聽說逆淡的技術 有 有 用淡氣 即速動 即流體 例如那些魚 你一用逆淡淡氣 它會馬上死 然後你放入水 溶回去 馬上會生 即是用這個技術 去做榴槤 好 那些榴槤 你簡單講講 跟平時我們吃開榴槤有甚麼不同 吃到樹上真的 吃到榴槤味 吃到榴槤味 所以大家 如果聽到葉師傅介紹 其實應該真的試試 好 但最重要的是價錢如何 當然有直播價 有直播價 因為我介紹 很多人都聽到 都會上來試試 但問題是試不夠 你要付一個優勢 即是說 梁錦祥介紹過來 給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這樣可以嗎 當然 當然 大家可以問葉師傅 那時候 葉師傅一定會比較好 但記住要答我 我多 梁錦祥介紹 除了榴槤之外 還聽聞 因為現在 舊歷已經是六月 中秋節 差不多是中秋節 有沒有一些月餅之類 介紹給大家 那一隻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槤冰皮 榴槤冰皮月餅 有沒有黃的 有沒有黃的 全部是榴槤 全部是榴槤 是黃色的 OK 這個比較另類 但都是正的東西 沒錯 Anyway 大家可以想想 因為時間很充足 很多人都早訂 但留年我相信大家就不要猶豫 如果你吃的話 就馬上找葉師傅 但記住 答我阿朵 講明的梁錦祥 就有一個少少的抵抗 可以留言 好 至於那個具體的聯絡方法 我待會會告訴大家 總之要找葉師傅 今天這個直入廣告的產品介紹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有 師傅再有正事 再介紹給大家 OK 拜拜 字幕幫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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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 網路 字幕輕力 空的頁固 字幕輕功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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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